咱们刚刚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说了一下进程和进程和程序的一个简单区别 对吧 那么进程直白的说 一个程序引起来之后 代码加上你用的那些资源 这个什么网络呀 显卡呀 生卡呀 摄像头呀 蓝牙呀 这都这些资源啊 都成为资源 代码加上用到的资源 咱们整个这个东西 咱们就成为一个进程 它呢 是套作系统基本资源分配的一个单位 套作系统想要分配单位的时候 比方说想要分配一个网络上头分给谁 分给谁啊 分给这个进程 那么这个进程可以得到了 那么程序什么呢 一个什么什么的批判 这是一个静态的 一个死的 这就成为程序 因为一个进 一个程序引起来之后呢 咱们喊它进程了 你双击的时候它运行 它一定是先从硬盘里边把代码加到内存 接下来套作系统去调整它的时候呢 它告诉套作系统 它需要网络上头 它需要键盘 它需要鼠标 这个套作系统就给它 那么这就是一个新建的过程 那么如果接下来 它具备了所有的条件 那么接下来的套作系统 就可以去调度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地方呢 简而言之 这个只当作了解 进程呢 它有不同的状态 根据你当前是在运行 还是不在运行 那么它分为很多种状态 说什么 咱们在昨天的时候呢 画过一个图 其实这个图呢 就很好理解 咱们以单核CPU为例 我这个进程 请问程序引起来 是不是咱们喊它进程了吧 我这个进程 在占用CPU的时候 请问这三个 是不是在这显的吧 对吧 这三个肯定是在这显的呀 那么有的时候 这个进程在运行 有的时候 一个进程不在运行 那么咱们就把它运行 还是不运行 以及还是某些条件产生 那么咱就把它 分成那么进入状态 简单来说 分为就续执行 还有等待 就续它就是 所有的条件都准备好了 比如说 我QQ正在运行 微信所有的条件都准备好了 就等待了套作系统 去调度它了 那么这个时候 微信就处于 所谓的就续态 这么说理解了吧 运行态是什么呢 一个进程 在占用CPU的这个过程 那么咱就称之为 运行态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等待 其实等待咱们多多少少 有理解 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咱们Time的Sleep会怎么的 是不是就会延时一段时间 是不是在执行了吧 像延时呀 然后像receive from呀 不是没有数据的时候 不是卡在那吗 这都属于等待 都属于堵塞 你双击就运行 运行起来之后 根据它现在是有条件 有准备好了东西 还是没准备好 还是等待某东西 还是正在运行 分为运行就绪还有等待 那么当你把一个进程杀死的时候 那么它就死了 基本上就是在进程状态 运行就绪还有等待 在进程状态 运行态就绪态等待态 这三种状态 要大体了解一下的 大体了解一下的 好了 那么这是刚刚咱们所说的这个进程 那么所说的这个进程了解之后呢 关键点就来了 进程能干什么呀 这边的讲通了吗 完成多任务 你先不要问这个问题 我估计你百分之百 你在脑子里面就想 我昨天不是学了多任务 今天为什么还有这个进程 我告诉你除了今天的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现 协程了 所以说都实现多任务 只不过同学们 实现多任务的方式不一样 具体有什么区别 我一会就跟你讲 听听清楚了吧 一会再讲 你简单言之 你现在脑海里边有个印象 接下来要讲解的进程 就实现多任务的另外一种方式 能力维持了吗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就看一下进程的创建 进程的创建 想要让你的程序完成多任务 咱们昨天已经实现了现成 今天用进程来实现 今天用进程来实现 TD派在06里边去 好了 VRM01 使用 我把输入法切换一下 使用进程实现多任务 点py 那么使用现成的时候 咱们先复习一下 使用现成 咱们昨天怎么写的 如果下回线下回线内幕下回线下回线 等于这个地方 然后等于慢函数 接下来掉一个慢函数 接下来在这个位置 D付掉慢 然后在这个位置 第一个咱们用 什么 thread是不是创建了吧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 from from threading import thread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直接写thread 如果你要是 import threading 怎么导入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 是不是这个地方就会变成threading 第二thread 没错 这个都行 这个都行 好了 我就用这种方式 我用这种方式 那么创建的时候 这个地方指定一个target 等于一个函数名 对吧 来定一个 Def test1 Def test1 干什么 wil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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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括号 那么print 1 print1 好了 然后我为了让它能单看得清楚 我延个时间 延个时 一秒钟 在上面呢 import time 好了 接下来 大V 大V Y FuG 大V Y FuG 这个 XRy 航心的 然后呢 把它给成2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呢 就换成2 这个地方就干件什么事呢 YYP 这个地方呢 指定 test1 然后这个指定 test2 接下来这个叫T什么都行 你想起什么名字都可以 T2 接下来T1 第2 start 然后T2 第2 start 咱多天是这么说的了吧 好了 让它跑起来 走 两个两个一起说 这就是多任务 那么多天使用的是现成的实现 那么进程该怎么做呢 对吗 很简单 你注意看了 很简单 把这个地方import另外一个东西叫做multiprocessing 就是multi 相当于复杂多个的意思 是吧 multi 是这个 然后processing process 就是进程 process翻译了 其实就是进程 这个意思 那么multiprocessing 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怎么用呢 注射 注射 这样吗 这个也注了 大V 然后 nomal i 然后 减号 三行就 这么多行就注射了 我刚刚是怎么做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想快速的把某些代码注射怎么办 大V 选中 比方说我想把这些都注射了 选中 不要再按 efc 也不要按 i 什么都不要按 直接按冒号 就是输入冒号 shift 那个分号 那个冒号 这一按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我在最下面的光 没有 是不是又跑到下面去了 这个时候呢 出个nomal no nomal 这么写 然后 i就是插入的意思 然后呢 警号 你插入什么了 插入警号 来 321 走 听懂了吧 警号就插入了 又不是撤销吗 把它撤了就行了 按d 是把它删除 就是 摄影一下 应该没记错的话 就是 输入一个冒号 no 然后d 警号 看来没删 没有删 没有删了 到时候我再想想 这个一般我不常用 我只是昨天用了一把 想要快速注射 就是我刚刚给你演示的 把它选中 然后呢 直接一个冒号 no 然后空格 i 然后加个警号 然后呢 直接就是加注射了 加注射了 删除呢 这个到时候再查一下 有可能忘了 那么不常用的肯定忘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 那么把这几行 选中 no 然后i 警号 注射了 接下来 怎么才能用 这个进程实现 的任务呢 注意看啊 就是那个快捷键 会不会的都行啊 无所谓 忘了就查一查 这么有什么好记的 processing 把processing 模块导入 然后接下来 大V Y复制 P粘贴 然后呢 3333 这个char就是3 x就是三处啊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我做一件 什么事情呢 注意看啊 我把thread 换掉 换成什么呢 换成multiprocessing 然后我把这个 也换了 multiprocessing 然后这个 就叫什么了呢 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啊 咱们想要时间 都认识了 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东西 叫做process 大写的 和咱们原来用的 那个thread 是不是差不多了吧 process是大写的 既这个模块里边 有个process 这哥们也是个类 你把threading 换成process process 里边 一模一样 注意了 里边不变 还是指定target 那么接下来 至于你这个前面 变量叫什么 无所谓 因为咱们是进程了 所以说我就叫它p 就是process 好 那么看着 我通过processing 这个模块里边的 这个类 创建出一个对象 我又通过这个类 创建了另外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 就是start 这个对象 就是start 那么咱就看一下 最后的现象 是什么 是不是也能实现 多任务了吧 没错 你看见的这个 多任务就是 用多进程来实现的 好 那么其实一个感觉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特点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吧 你看对比嘛 这个变量名 你爱叫什么 叫什么 这无所谓 start 是吧 都是一样的 这个 把这个类 换成了这个模块 里边的这个类 是不是其他那个 target的叛数 是不是还是原来的 好了 这就是实现了一个 多任务 那么这个就是 多进程的一个 多任务了 就怎么简单 就怎么简单 那么实现多任务 通过multiprocessing 里边的这个process 就可以实现了 那么你怎么知道 你实现之后 它是有好几个进程的呢 他们来看文章 咱们昨天在看 那个现成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通过 那个threading的enumerate 是不是看见了 有多少个现成 我想看一个多个进程 肯定要有特殊方式来实现 只不过呢 我说一种不叫通用的方式 你把你的程序呢 运行起来 别停 让它在这运行 你按住shift control 然后按下T 它就会再开个新标签 你按住control shift再按下T 它就可以再开个新的 这个在跑代码 这个可以干别的事情 这个也可以干别的事情 听懂我意思吗 你把其他的关了 就是留一个情了 留一个情 来把自己放得稍微大点 干什么事呢 教给大家一个linux命令 PS PS的这个命令 并不是把你的头像 没画的那个PS 是什么呢 这个PS就是process setor的意思 就是当前进程的状态 那么你挑一个PS 你看见的现象 就是当前你运行的这个进程之后 你也看到了一些进程 那么难道我整个操作系统里边 就只有两个进程吗 不是的 因为它需要加速特殊的选项 PS 杠AUX AUX一般呢 就直接写的话 就直接用这个 那么这个有个什么特点了 321回撤 你看 显示的这一坨 是一个恶心的什么东西了 PS杠AUX 显示的这一坨 注意看 解释一下 第一列 是谁运行的 Root是谁 管理员 超级管理员 PID Process ID 这个进程的号是谁 其实在Windows里边 大家刚刚也看见过 你要知道吗 打开 这个的 Windows里边 它真没有 没有看见 没有看到它这个进程号 讲言之 Windows里边 因为它是图形化界面 它一定有个东西来管理它 它一定的 你看 我右击 这个我结束 你总理知道 我到底右击的是哪一个 它一定有个东西来标记 只不过在Linux里边 用PID 注意了 PID就像人的身份证号一样 在一个操作系统运行的整个期间 说什么都不能相同 PID 标记一个进程 CPU 占用了CPU 是百分比 Memory占了百分比 然后这个是虚拟资源 这个是资源 这个是虚拟化的资源 这是真正资源 TTY 就是你是用哪一个终端来链接的 登录的 然后Stator 就是当前你这个进程是一个什么状态 什么状态 那么Sleep 就是S 一般就表示正在休眠 正在Sleep睡觉 那么开启的时间 那么最后 其实关键点 咱们比较关心的是什么 最后这一列 最后这一列是啥呢 你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那个程序是明 叫什么 好友们 往下翻 核心点啊 往下翻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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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 这啥玩意儿 使用进程的进呢 把进了给吃了 大家看 你回头去看看 我这个地方 我的程序是不是还在运行 来我再来一遍 这个根本不是刷新的 是你要必须再来一遍 这个根本才刷新 我再走一遍 看走一遍 请问 是不是还是有这三个东西 你看好了 我接下来回个头去 我Ctrl C 我过来再刷新 觉得再来一遍 这个命令 还有吗 没了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 你只要一运行这个程序 那两个任务 是不是相当于两个子进程 在跑啊 你可以看看 这个地方 一个进程 这就是一个 两个进程 这就是第二个 三个 第三个 在这个位置显示 前面的这个值 是专门用来管理这个进程的 这么说理解了吧 想要杀死一个程序 就杀死一个进程 只要按了这个值 把它杀死就行了 把这个值杀死就行了 那么咱们可以试一试 看能不能把它杀死 比方说Kill杀谁呢 杀这个叫做 这个 这三个杀谁呢 咱们试试 也不知道杀谁 是吧 杀这个吧 40355 40355 走杀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它杀死 已经中载了一个东西 对吧 这个地方 你没发现 是不是已经中载了一个了吧 咱们再 看一下这 还有几个 还有两个 是吧 然后怎么 怎么再杀呀 他妈Kill Kill杀谁 这个是 这个是多少 40356 40357 40356 然后你再回头去看看 1呢 睡觉了 1已经死了 对1已经死了 他不睡了 睡觉的机会都没有 已经死了 那么接下来 我再Kill 看啊 我再Kill 357 再杀 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在运行 还是不在运行 我选一下光标 是不是已经死了吧 现在已经死了 他为什么没有出 那个提示呢 咱们往上翻一翻 提示在之前 是不是已经出了 出过了吧 出过了 这个地方 对吧 我一会再给大家解释 具体 他为什么会出在前面 这个地方呢 首先你表达了一个意思 就是说 一个程序 如果里边 要是通过 Multiprocess 创建的一个任务的话 那么咱们说过了 是不是这种方式 是不是就是多进程的方式了吧 多进程 依然实现多任务 实现方式和现成 没什么区别 也能实现多任务 我怎么知道 你这个程序里边 有多少个进程呢 接下来 我刚刚教给大家 这个命令 就是什么样 什么 PS-AOX 这是显示所有 整个你这个程序 现在所有的 整个套体系统 所有的进程 都在这显示 你可以查看查看 你的乌班图 到底开了多少个 有这么一坨坨 所以说 你这个 虚拟机 需要用的资源 还是比较大的 是吧 因为里边 有一些任务 是默认要开启的 默认要开启的 这就是开启的地方 这个 你刚刚编辑的命令 就这个 就在看了代码 VM也是个进程 你看 我现在是我用VM 正在写代码了 它在这个地方 大家也没发现 是不是就在这了吧 要是把VM杀了 会有什么后果 什么40376 Kill 40376 走 我把这个杀了 再看会有什么后果 来 已经中止了 是吧 已经中止了 来 我接下来VM01 接下来是不是 还是可以的 最低 如果要是特殊方式 把这个关闭了 最低 看这 我把这个中断关了 这怎么可以吧 接下来 看好了 我VM01 这个竟然还没有 就这样 我编辑 看到我让我在这个地方 编辑的 我写上一个注射 哈哈哈哈 我想了 但是我还没保存 然后呢 你不是经常性的点插吗 你关闭吗 是 关了 接下来 你再点开 你看看会有什么后果 CD到桌面上去 CD到这里边去 CD到 Python06里边去 VRM01 打开 见得过这个东西吧 怎么解 朋友们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Q我退出来 LS-A 你看看当前会有个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那个文件 但是当前多了个点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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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点 SWP 对吧 SWP意味着什么呢 你刚刚不是你VRM 你插着的新东西 你不是没保存吗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这个边一起挂了 那么他会把这些 你没有保存的东西 一定会放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那么也就是说 保证了你在没有 保存数据的情况下 这个VRM死的情况 不会导致你的数据丢 听懂我意思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想要解决 简单一点 RM. 把它删掉 请问 为什么我用LS看不见 咱们说了 1.开读的数据就是隐藏文件 1.开读文件夹也是隐藏文件夹 好了 RM.01 把这根本塞掉 接下来你再去 VRM打开他的手 就没问题了 那你意思吗 不管你是通过Kill杀的 还是直接关的 只要是你的代码还没有保存 那么他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要切记了 好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 咱们这个程序 第一个就给大家刷完了 算盘 接下来花三分钟的时间 你把这个程序 适当写一下 试一下 感觉一下 那咱接下来往下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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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